北明有声 北明有声录制的 我有一座恐怖 第九百一十六集 大鬼担心小鬼 执意要进入电梯 老周和段月也陪着大鬼一起去 电梯里 大鬼讲述了自己 能够听到鬼声的灵异能力 电梯很快停到了二层 大鬼看着漆黑的走廊 表情凝重 老周很是不解 你说的我有点害怕 你的那个故事和听到鬼声 跟咱们参观的鬼屋有什么关系啊 大鬼望着漆黑的实验楼长廊 他深吸了一口气 自从我进入这个场景以后 耳边就多出了数不清的声音 我不知道是自己疯了 还是这里隐藏着无数的脏东西 他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 凝重地说道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老周冷不丁地冒出来一句 人家好心救了你 你怎么能说人家是脏东西呢 老周移动了一下身体 看向大鬼的手机 现在几点了 大鬼还在朝着电梯外面看 九点四十四 你突然问这个干什么 不管你信不信 其实我身上也曾发生过一件很恐怖的事 大鬼回头看去 他发现老周的表情前所未有的严肃 什么事啊 老周的脸逐渐变得苍白 有天晚上 我一个人乘坐电梯 看见里面有一对低垂着头的夫妻 我很害怕 一个人站在电梯门口 等电梯门合上后 那个男的忽然问了我一句 现在几点了 大鬼转身看向老周 他忽然觉得这对话有些熟悉 你怎么回答的他 老周的头慢慢垂了下去 我给他说 现在是九点四十四 然后呢 电梯叫响里的空气 好像凝固了一般 老周的脸慢慢抬起 惨白的脸上骤然浮现出了一道道 猙獰的伤痕 然后这个时间 就成了我的死期 云灰色的电梯门缓缓闭合 段月就在电梯门口 当货梯门再次打开的时候 大鬼已经昏死了过去 老周将其从电梯里拖出 让段月给成哥发送了条信息 把大鬼能够听到鬼语的故事 告诉了成哥 片刻后 成哥打来了电话 你俩不用管后面的人了 把大鬼尽快送到鬼校医务室 魏老爷子和其他医生都在那里 让他们看着办 时间有点紧 魏医生能治好吗 魏医生治疗的好几个病人 都忘记了痛苦的过去 你还不相信他吗 好的 白不回守在电梯口 没过多久就听到了 老周和段月的惨叫声 凄厉可怕 简直无法想象他们遭遇了什么 白不回非常的冷静 看来他们也被鬼无演员给坑了 这真是个吃人的电梯 我不能留在这里了 现在就剩下我一个 他们肯定会回来找我 结合白老师超自然研究协会的文件 天堂和许愿景的报告 在同一个房间 两者之间肯定有所关联 许愿景很可能才是真正离开的路 白不回脑海中浮现出了 在教学楼门口看多的地图 他拿出手机 拨打了刘杠的电话 可惜还是无法打通 这个储货在干什么呀 他给刘杠发送了信息 告诉对方 图书馆只是个陷阱 真正的出口是在水井 做完这一切后 白不回什么都不管了 全力朝着鬼校西边跑去 他印象中水井在那个位置 白不回是个一直坚强的人 童年不幸的遭遇 让他变得冷漠 自私 很多跟他共事过的朋友 都说他身上缺少人情味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看到鬼校边缘的操场时 眼中竟然飘起了水雾 在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内 白不回至少经历了数十个怪谈的洗礼 满是低语和哭喊声的笑音乐 空无一人 却不断发出声响的音乐声 走着走着会多出一起台阶的楼道 眨眼流泪的雕塑 散发至肉香的食堂 躲藏在厕所隔间下方的人里 以及紧追不舍的脚步声 太多了 根本数不过来 别的鬼屋都是不知惊吓点 这个鬼屋一个怪谈里 就包含了数个惊吓点 最恐怖的是 一旦触发某个怪谈 怪谈中的鬼怪会一直追着你 仿佛不死不休一般 白不回 现在不知道自己生活 到底跟着多少东西 他的大脑早已停止了思考 完全靠着毅力支撑 许愿景 他作为虚拟未来乐园的鬼屋设计师 不想认输 他宁愿自己找到通道出去 也不愿接受别人的羞辱 让对方给送出去 我就要到了 白不回拼尽全部的力气 冲过操场 他脑海里甚至出现了 销声课救赎里的经典场景 自由就在前面 这一刻 我就是自己的英雄 他从来没有跑得这么快过 横穿操场 趴在水井旁边 这是一口倾斜的枯井 井边贴心地捆绑着一条安全绳 绳子末端系着一个水桶 白不回朝着井里看去 井里隐约能看到淡淡的红光 应该是这里 他双手合十 虔诚地许了下愿望 我想要离开这个鬼屋 说完后 他拿出一枚硬币扔入井中 不一会儿就听到了声响 这口井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深 拼了 是生是死 再次一波 白不回抓着安全绳 一点点地进入枯井当中 另一边 藏在一张桌子下面的流杠 握着手机 白不回怎么还不接电话 这小子想要干什么 摄影师猛男的声音 从另外一张桌子下面传了出来 他们会不会已经逃出去了 我从见他第一面开始 就觉得他不怎么可靠 说话阴阳怪气的 对谁都爱道不理 流杠很是生气 我是为了帮他们虚拟 未来乐园才特意跑过来砸场 这孙子要是敢抛下我们自己走 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他 不过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偷偷跟我助理联系上来 也不告诉我 作为摄像师 你还把摄像机给扔了 我那也是迫不得已啊 木门被推动 听到声响 流杠和猛男同时闭上了嘴 杠阁阿丽从门外跑来 杠阁出了吧 那个乌铜女鬼没有追过来 咱们抓紧时间去图书馆吧 流杠听到这话 心里顿时松了几分 所有人电话忽然都打不通了 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流杠拿出手机 直接群发了一条信息 逃出去的密道 在图书馆二层镜子后面 收到短信的人立刻过来 流杠也发完 拍了拍衣服上的灰 从桌子底下爬出来 我也算是人至义尽 他们不愿意过来 那就跟我没关系了 不等他们了 咱们先过去 三个人挤在一起 刚推开门 猛男就叫了一声 那 咋了 那个人偶又跟过来了 猛男指着门外 走廊拐角处 站着一个小孩人偶 他的脑袋立在肩膀上 黑溜溜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流杠他们 我总觉得他在看我 他的眼神好像能够 跟着我们移动一样 蓝冬都失踪了 这鬼娃娃怎么还阴魂不散 阿丽并不是太害怕鬼娃娃 鬼娃娃再恐怖 却是所有人都能看见 别管他了 先去图书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